我怕不怕熱 室內穿長秀就算開送風 小英總統不嫌熱 不過在戶外執行的警察 早就已經汗流浃背 還得配合政府關冷氣節電 因為電真的不夠用 一百 稍香拜拜 不知道是否祈求別限電 供電吃緊 林葵接受平面媒體專訪 認為台電過去花太多心思 在核電廠演繹及核四運轉 要台電別再期待 趕快死了這條心 這個液科膜不可以隨便用的 那一定是生命危急到什麼程度 那才要用 我們現在沒有到這種程度 所以不會考慮 也沒有這個計畫 難不成真的得到全台大缺電 住家戶病房才急救嗎 究極辦法 竟然是新蓋10座火力發電廠 取代核電廠及老舊火力發電機組 卻要民眾少燒香 被批評根本是兩套標準 因為火力發電廠 會造成嚴重空氣污染 排放的PM2.5 數值可是遠比香爐大得多 就是跟肺癌 其實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推測是有這樣的一個相關性 心肺疾病的族群 他們在空氣污染比較嚴重的時候 通常會導致他原本的疾病的惡化 那如果是健康的人 也會產生一些呼吸道刺激的一些表現 比如說他會有眼睛刺痛 喉嚨痛 火力發電狂噴PM2.5 全球最大的燃煤發電廠還在台中 台大醫師王明俊也在臉書上說 所有火力發電製造的空污 與PM2.5造成的危害 其實會讓所有的人提心吊膽一輩子 為了飛河教員的神主牌 蔡政府寧願要向集體燒炭 讓台灣徘徊在限電邊緣 也不讓現成的核電廠機組重啟運轉 記者綜合報導